一個中國就他看來 他說美國這個時候 應該要把這個一個中國的虛化 給他丟棄 像丟到水溝里一樣 此其實也 然後幹嘛呢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aiwan 要跟台灣關係正常化 在這個時候登這樣的文章 當然你也可以說 它代表著美國某一種 輿論中的某一個看法而已 不過選在這個時機 其實有它的意義在 客戶姐 美國企業研究所 本來被認為 還算是一個蠻保守的一個智庫 但是它在美國的智庫當中 具有一定的地位 華盛頓郵報它本來就是比較 Liberal的一家報紙 在我們的政治發展當中 華盛頓郵報跟中華民國 台灣一直關係密切 因為它已經過世的 老闆娘格拉姆夫人 來到台灣訪問 那個時候訪問蔣經國先生 蔣經國先生告訴他說 蔣家不會接班 而且蔣經國先生選擇 跟外國的媒體說要解言 因此華盛頓郵報跟台灣之間 一直有一個若有若無的 一個友善的關係 他跟很多爭取民主 政治改革的政治實體 或是國家 也都有一些正面的描述 我認為其實台灣的命運 掌握在台灣人的手上 這本來就是事實 我們所追求的當然是一個 主權獨立可以參加聯合國的國家 可以跟世界各主要國家 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 從我們被逐出聯合國之後 1971年一直到現在 我們用幾乎算是一個孤兒 或者是用一個好像是 輸出的一個身份 我們掙扎著 靠著我們自己的民主 靠著我們的完整的政黨輪替 不管怎樣 都必須得到世界各國的尊敬 這是事實 那在今天有這樣的主張 50年以後 你會認為它不會實現嗎 如果我們把下一代 也就是像明天要主持就職典禮的 像趙英祥 像陳明珠這些 80後 他們全部都是檢驗以後 甚至於蔣經國去世以後 李登輝當了總統之後 才出生的這一代 這一代他們要求的 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光明磊落 堂堂皇皇的中華民國 或者是將來在台灣人民選擇的 另外一個國民的情況之下 跟世界交往 這是我們應該有的權力 按照美國的政治學者 航廷頓先生的描述 跟他的政治理論的標準 中華民國在世界的政治發展史上 台灣這個地方 已經是一個成熟的 完整的 非常非常 百分百的民主國家 因為我們已經政黨輪替 一次 兩次 三次 亨利頓認為兩次就是 完整的民主國家 所以在519的這一天 華盛頓郵報的這篇學者的專頓 當然可以震榮發揮 也可以讓我們台灣人 不再妄自飛薄 所以也未嘗不可 一個國家的外交的發展 國際關係的演變 也不見得完全操縱在 其他國家的利益當中 尤其是台灣 台灣從跟美國斷交之後 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其實早年到現在的努力 是外交第一線上 不管他是藍的還是綠的 他們非常辛苦的工作的成果 就算是一個眾議院的一個 六大原則的保證 那也是十分困難的 否則的話 大陸的這個媒體的評論者 不會寫出那麼離譜的評論 說這個眾議院的法案 這個支持台灣 還要他們簽名 那也因此 每一種努力都是必須的鼓勵 不管他是國民黨政府 或是民黨政府 因為我看到了太多的外交人員 他們在每一個角落裡面 為我們的實質外交的生存 所做的一些耕耘 這些耕耘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更需要強化 因為馬英九總統 他自己在過去這八年當中 他以為靠著他的虛幻的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就可以為台灣長治久安 很不幸的是 在五一九這一天 我們為明天感覺到欣喜 感覺到充滿了期待 可是我個人其實對馬英九 今天的那種 這個虛張聲勢的歡喜 想要讓社會歷史 給他公道的那種心虛 我覺得十分的淒涼 八年前他告訴我們 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中華民國了不起北京要承認 一中在台灣的人叫做中華民國 而八年下來 這個中華民國已經變成 一個中國框架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覆水組織 他今天既然還敢堂而皇之的說 歷史要早點還他公道 是啊 今天環球時報說你是中國共產黨上的歷史人物 對對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公道 而且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歷史定位 這是一個我們大家不能忘懷的一刻 明天是中華民國 也是台灣 中華民國跟台灣有不同的過去的背景 1949年以後我們經過了多番的風雨飄搖 波濤這個演變 到2016年的第14任的總統 她是一位女性 她是民進黨的主席 如果說明天是中華民國第二共和 我覺得也不為過 要不然我們就非常的現代感一點說 明天是中華民國2.0或是4.0的版本 但是不管怎樣 明天是一個新的中華民國的誕生 這位女性的總統帶領的是 國會的民進黨的多數 而明天的520 我們也希望這個新的政府 能夠得到大家不一樣的景象的期待 我今天早上訪問趙怡祥跟陳明珠 這兩位年輕人 他們在這麼大陣仗的場合當中 他們可以講出非常標準的客家話 可以講出非常這個 當然趙怡祥因為從小生長在國外地方 他們可以27歲 就代表一個105歲的中華民國 然後在就職典禮當中來靠著活動把臺灣的發展 臺灣的民主的成績來表現在一個典禮的主持上面 你忘了還有兩個女性 至少 對呀 晚上的這個彭文正先生的國宴跟那個 Jenny的主持啦 是 因為你們的年齡跟人家不能相比嘛 人家是 加起來差不多啦 人家是80後的 那我覺得他們你知道嗎 以後的世界是屬於80後 那這個80後 其實也在蔡英文的執政當中喔 這個當這些孩子他們到了30歲左右 成為社會中間的時候 臺灣就是一個不一樣的臺灣 這是一個浪潮你沒有辦法阻止的 在沒有辦法阻止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我們真的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新的時代是什麼換來的呢 就是明天的就職典禮的主軸嘛 人民土地加上民主 民主已經證明了土地是什麼 土地就是你自己生長的地方 就是這個根 這個土地是純淨的 這個土地不可以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肥料耶 按照馬英九跟馬英九門的說法是 臺灣這個地方要有那個肥料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在一個中國之下 臺灣才可以苟且偷生 我形容他叫我們做大紅燈籠 高高掛下面的那個女主角 叫我們做一個數出的小三 然後窩藏在中國之下討一張飯票 按照現在中國國民黨跟很多的 馬英九的支持者的說法是 明天以後日月潭沒有旅客 很好啊 這樣子我要叫日月潭了 因為我很久很多年沒有去日月潭了 人太多 按照他們的說法 我們的施木魚的氣作要停止 按照他們的說法 我們的鳳梨銷售不出去 我們的鳳梨酥銷售不出去 我昨天不小心看到一個 比較藍的這個節目 有一個來賓 他其實還做過政府很好的首長 他說台灣的人民除了公務員之外 其他人都要靠中國才能夠生存下去 我們都不是人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數字從哪裡來的 因為他在現場 有跟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在爭執 那這個他說百分之五十的台灣人 都要這個跟中國有關係 才能夠有這個收入 才能夠生活下去 後來再發展下去是除了公務員 其他的領域 每一個領域都跟中國有交集嗎 當然或者他所去的那個媒體 是跟中國有關嗎 因為有些媒體是按照中國的這個資助 跟益助 明天開始台灣人是真的要做一個勇敢的人民 像美麗島的歌詞裡面所說的 我們用無盡的生命做純粹的台灣人 我們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二點零的版本 我們有一位女性的總統耶 各位男生 明天是女人的天下開始了 那今天馬總統跟大家是怎麼說拜拜的呢 他今天在府內告別巡禮 然後他說現任第一件事 趕快把家搬完 不排除走訪各國為臺灣發聲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 剛剛coco姐引述的話 歷史若能還我公道 早一點好不好 要還他什麼公道呢 我們來看看他的副手 吳敦毅說馬堅持改革 所以才會有一些這個虛聲多過掌聲 比方說油電雙掌啦 鎮索稅啦 或是年中未未經這些改革 但是馬王爭變成了不幸的收尾 因為堅持公平正義所發的改革 最後是摘瓜爆慢 揮刀斷臂 馬王爭爭是最後一根稻草 學運才會蔓延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對來文雄哥 要含公道要早點 這個其實昨天馬英俊總統 利用這個酷手版的那些片子 其實我們在第一時間也給他按讚 為什麼 就畢竟有一位這個權位這麼高的 台灣最高權力的人呢 能用這樣自嘲的方式來做 其實也給他按個讚 可是當你在冷靜思考的時候 發現說 他對於我們所感覺到痛苦的時候 那什麼好正的 根本是裝可愛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要什麼生氣 明天是你們天下啦 你不要說 就是說當你冷靜想想看 原來他對你我所關心的事情 或者一般蘇明所關心的事情 他完全都沒有感覺 換句話講 就想說 如果要還我公道的話 要早一點好不好 換句話講 你現在所認為他做不好的地方 他都認為是你的錯 你現在這個國教教改不對 我們的這個薪資沒有成長 我們愛台十二項建設 一項都沒做成 他認為都是你們老闆姓不對 我這本來很好的 有點雙方也是你們錯的 我的改革怎麼不對呢 吳敦義那種人還可以講這種話 他就講我是這個 什麼馬老水母什麼這個 我最不能夠接受是哪一點 全世界的華人 我不應該說只是男人 全世界的華人 都知道陸榮是什麼 當你有一個人說 陸榮是耳朵裡面的毛的時候 以這樣的水準和知識 和他的這個生活常識的話 難怪我們這國家給他治理 治理到一塌糊塗 那我想這一段 因為現在罵馬英九 實在不太有意思 我們親民黨今天上午開個記者會 我們把這十六年來 跟馬英九八年來說 沒有做好的事情 我們把它列出來 我們希望新的政府 能夠在這個可能的情況之下 越快越好 把這些事情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法 事實上我們都有方法 那我們會陸續的開記者會 讓新政府能夠有一個機會 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現在其實民進黨的人 也不要再罵馬英九了 其實陳英雄 馬英九不要罵了 沒有馬英九這種天兵 怎麼民進黨怎麼會執政的 怎麼會是女人天下 如果馬英九做好一點 現在還是國民黨執政 就這個天兵太爛了 才為民進黨執政 所以你民進黨明天所有的立委 應該舉一個牌子 就是會我黨良多 所以你們要感謝他 那好 就馬英九的部分 我講到這裡 其實剛才有講到 斯密特先生 蘇密特先生那個部分 我其實我沒有像各位 講得那麼樂觀 你看他就叫美國政府 要正視我們臺灣 跟臺灣的關係 那是我們的目標 不是 沒關係啦 你不要就陷入 你跟大陸關係的那個 明天就你的天下 你們親民黨毛病就這樣 我還沒講 你怎麼知道親民黨 無國猜的 親民黨就說臺灣獨立好不好 叫你高興吧 我沒有讓臺灣獨立 我是中華民國支持者 我跟你講 當美國介入到南海 這麼樣的聲的時候 當中國大陸是崛起的 中國大陸要在全世界 搞一些東西的時候 美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講 為什麼在今天講 你五年前不能講 你十年前不能講 所以我覺得這些智庫 只是藉這個機會 讓要講給大陸聽 說你們如果不怎麼樣 我覺得美國應該跟臺灣建交 這個就是所謂剛才你們兩位 討論了很久這個部分 美國在運用一些槓桿 那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變槓桿裡面的那塊肉 不一定 我們就要自己的說法 所以我說兩岸 尤其兩岸一定在堅持之下 要有彈性 臺灣要彈性 大陸也要彈性 可是在彈性裡面 要各一定要原則 各位請問民進黨有沒有彈性 從民進黨那時候走上街頭到 到到到這個這個建黨 一直到今天 他說法改變很多 包括說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束 到現在也承認中華民國 到現在也說我們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這個這個我覺得是有改變 為什麼這就是有彈性 但是原則不變 我們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兩岸之間我覺得還是四個字 我可以知道就是 一定要克制 大家不要再互相挑釁 第二個要誤實 什麼叫誤實 我覺得我們這樣每天在罵 罵了半天 難道我們能夠說 沒有共產黨不存在的 不可能嘛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要誤實 誤實就是說 如何為臺灣爭取最大利益 我必須說馬英九十八年不夠 其實在2008年發生一件事 我講幾百次 只發生一件事就是 陳水扁交給馬英九 一個多月以後 大陸客來了 是誰努力 馬英九一直說 我努力 對不起 胡錦濤 超自在人 所以我們覺得說 如何創造臺灣更大的利益 但是我們也不要像 最近常常在罵說 氣座的問題 風裡一輸入你 不是 當你這個地方變成大陸的 不可或缺的話 我們生存就是有機會 我們不要怕 我們自己要 我們真的 我們引用過去的話 要裝盡自強 我們不要每天自哀自怨 說我們有大陸 我們就活不下去了 其實我們臺灣有太多機會 所以最近提了一個南進 我就很好 過去南進是太早了 現在南進是對的 但是你要怎麼用 什麼方法 甚至於我說 我這個回家圖就有機會了 南進好多的生氣科 生氣的這個產業 要到南進 到伊尼亞 哈拉 哈拉 的這個認證 我們臺灣政府 有沒有幫他做 今天明天是一個新的氣象 新的政府 新的民意展現 但是我們來看看就職典禮 這個看門道 政壇大咖 誰會出席呢 目前所知道 有邀請到李登輝 這個前總統出席就職典禮 陳士兵已經婉拒了嘛 已經有婉拒參加國宴了 那麼看到呂秀 連還沒有確定呢 那麼松楚怡的部分呢 到了美國 所以現在要改派的市長 團總召李鴻軍來出席 鴻兄中目前是確定 要來出席就職典禮了 根據了解林義雄聲明的 在前任主席都已經受邀 那麼地方首長呢 確定出席的 還包括了像高雄市長成局啦 台南市長賴清德啦 台中市長林家隆 以及桃園市長鄭文燦等等 來 可可姐 後來好像朱立倫 本來早上她 我看到新聞是她不要去出席 可是下午中央社的消息 又說她要出席 我對呂秀蓮副總統 她安排 因為她據說她現在在國外吧 那如果呂秀蓮副總統不出席 我覺得這位女士 你心胸太狹窄 而且令人瞧不起 就是這樣 這個她會是民進黨 歷史人物上的支持 當她在出那本書的時候 她說她做了黑牢 做了幾千天 然後呢 蔡英文 隨隨便便就可以當總統的時候 她所透露出來的是一個個人的情緒 婆婆心態 然後對於民主當中台灣人民 各個角落上面的努力 其實是一種羞辱 民進黨人不好意思批評呂秀蓮 因為民進黨人在歡慶自己執政之後 對這位呂秀蓮女士有所節制 或是有所顧忌 但是我要公開說 如果呂秀蓮副總統 你故意安排 不在台灣 或是故意找理由 不參加就職典禮 你就是一個 歷史上的 令人看不起的政治人物 至於 宋楚瑜先生 憑良心講 我也不以為然 我不知道 她有什麼理由 一定要到美國去看她的 孫子畢業典禮 孫子 孫子的畢業典禮重要 或許是如此了 但是 如果說 這只是一個理由的話 對 那麼 我也不接受 我覺得孫子的畢業典禮 應該是六月初 基本上來講 她是故意逃避 而蔡英文主席 在知道她不參加520的時候 又安排了第二次的訪問 宋楚瑜主席 宋楚瑜主席 蔡英文總統已經 人治意境 我希望她們兩個的關係 就到此結束 而親民黨所說的 不要挑釁 我想請教 臺灣有挑釁大陸嗎 你所謂的彈性 謝謝 也非常明智的說 民進黨有彈性 我請問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彈性嗎 我們呼籲兩邊都要彈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彈性嗎 你們在一月十六號以後 沒有強力的支持 民進黨的政策 沒有強力的批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親民黨自決於臺灣 新的世代的一個開始 我覺得親民黨在兩岸關係上 玩弄了太多的投機 玩弄了太多的權術 玩弄了太多的可能 如果這些可能 只是因為親民黨當中有人 想跟大陸做生意 那麼人民會看到真相 會予以譴責 對不起 那個人應該不是你 親民黨還有一個黨團的好友 叫做高精委員 你們接納了一個從胡錦濤手上 拿到補助款的原住民的立委 這是親民黨應該有的態度嗎 520之後 我們仍然要嚴密的監督執政者 520之後 我要呼籲我們所有的年輕的世代 不管你是八年級生 七年級生 九年級生 請你站出來 監督每一個角落的政治人物 因為2016年的總統選舉告訴我們 監督是有效的 監督跟批判是有回應的 至少民進黨這一次在就職典禮的時候 聽到了社運團體非常憤怒的聲音 雖然社運團體的聲音 被認為是情緒上面 或許沒有溝通 但是社運團體給民進黨 在今天的一個痛擊 可以讓民進黨人士有所反省 我們希望明天開始的政府 真的是屬於人民的 不要太多其他的考量 八年來馬英九 所謂的兩岸關係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黃梁一夢 虛幻一朝 一切結束 九二共事已經成為明日黃花 在明天將被埋葬 從明天開始 台灣要做一個靠自己的國家 剛才你講南進 最近有一個情業信眾 國際集團所做的報告 重信 對 重信 他們在報告當中說 全世界十大最依賴中國的出口市場 澳洲之外第二名就是台灣 台灣的競爭力降低了兩名 再這樣繼續下去 2020年繼續降低兩名到第九名 可是印度是現在的世界 前五大 印度是蔡英文曾經去的市場 是 東南亞的五國 包括泰國 東南亞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越南等這些國家 是未來的Mighty Five 沒錯 強大的五國 可見得 新南進政策是正確的 我覺得民進黨人很奇怪耶 除了黃之方這個新南進辦公室主任 一天到晚自己出來說 我不是黑機構 我不是黑機構之外 民進黨太客氣了 你們應該強力的宣揚 這個新南進政策 多麼的具有先知著見呢 這個是國際的研究報告耶 沒錯 所以新南進政策就是 民進黨執政屬於台灣人民的中華民國 將來的經濟的生計 我對明天以後的台灣 充滿了希望 充滿了期待 也希望所有的政黨人士 能夠做好你們該做的事情 特別是民進黨的立委 文雄哥被叮了 等一下我讓你回應一下 今天應該是派那個張壽倫來才對 你什麼意思 來那個俊憲就回應